从事不同的职业 本着对陶土的热爱 创作出不同思维的艺术作品 凭着一股爱陶的洒劲 许清泉投入陶艺创作的行列 而这次一起参展的学生们 虽然来自不同行业 但同样怀着对陶艺的热情 趁业余抽空 从事陶艺创作 这些都是以天幕佑 主要的展览的作品 这天幕是起源的唐宋 以洋画台为主要的发射计 所以他的作品呈现都比黑 比重色 他的半点文字都是自原三星的 我们没有意料 他起来有什么样的绘文版点 有的像游滴 有的像兔豪 有的木屋天幕 像他要放在上面热的 所以他的变法很多 所以他怕我的个性 比较贴切 比较不稀罕 他这次我的学生 由于本身非科班出身 仍深刻体悟到 兴趣比创作来得重要 在教学当中 省去一些繁琐细节 直接进入轨道 有了爱之后 才能衍生源源不绝的灵感 凡事尽心尽力 顺遂因缘 元首事成 暂期直到8月31号 欢迎民众前往台南新营文化中心 欣赏这群热爱逃逸 创作者的精彩作品 法界新闻杨之冲 台南采访报导